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哥 今天小强打算穿九局小伴的时装去拆架 这才是小强的战衣 以前就是穿着衣服纵横动荡制成的 嘿嘿刚才就灭掉一个舒服呀 咱们接着皮 感觉穿着这时装去打架很有手感啊 这会这么多人 感觉你危险了 虽然他们人数比较多 但小强的装备占优势 只要咱们的技术到位完全能绑杀他们的 现在小强已经扛倒好几个人了 他们压根不敢和小强正面杠 我感觉现在已经成为巅峰状态了 这人居然还想偷偷救人 跟他小强不存在吗 他好怂呀 一点反抗的意思都没有 看样子你把这人一个人都吓坏了 其实已经打错了 咱们趁慎追击 先灭掉这个小伙子 感觉他的操作呆呆的 走得这么慢 咱们提前一个身位砍一倒 这个操作秀牙 感觉这个人就像自己撞到枪口上去的 还放了个减速妖剂恶心 我真是无语了 这个小伙子一直在小强面前换 真是够皮的 要是被小强逮住了 陪你得好好教训他一顿 装备倒是一棒 但逃跑的技术还是蛮强的嘛 最后居然被他成功逃脱了 有点愚猛 一直用刀抗 没点意思 咱们用火枪烧他们的屁股吧 你还真是够皮的 居然连火枪都带来了 这种还想逃 咱们追上去灭掉他 被他溜掉了 那咱们就把他队友给灭了吧 可怜的孩子 莫名其妙就成了踢死鬼 感觉用火烧很嗨呀 一烧一个准 这人也逃不掉 咱们把他也给灭了 你即使打到很多人 肯定会引起众怒打 要是待会有一群人围帽你 那就难受了 说吵吵吵吵吵就到 小孩子被他们堵到房子里了 但咱们完全不耽 打算和他们拼一波 火枪咱们就不用了 直接放刀抗吧 要是这样火枪烧下去的话 小强很有可能会被击火秒掉呢 打呀 一刀在手天下围了 我看你们谁敢和我硬当 厉害呀 居然把他们都打出去了 小强不单止 要把他们打跑 还要灭掉他们 嘿嘿 又灭了两个人 舒服呀 咱们先进房子躲一下吧 让咱们的状态好一点 再出去匹驳 接下来就是小强个人秀了 那你们看一下 什么叫做战神 哎呀 到了 想要直接被打冲雪了 咱们还是快点溜吧 他能不能趁热逃出去 他战神呢 现在怎么被人揍了 人有失手 马有失敌 胜败买兵家常事嘛 别跟我咬关桥子的 被揍就是被揍 早知道就脱甲离开了 这波损失大了呀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先在这里 我是祥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